台湾的文化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丹世明 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有很多议员 我说的是台议 你说的是客议 你说的是庚团 有人说法议都没关系 不管什么议员 都代表自己的武议文化 所以我们自己的文化 就要自己保留起来 在三千年前 苍结造字开始 我们赫若维 就在中原土地 开始在那里发展 苍结造字 很多人都说 苍结造字 天宇树 鬼夜枯 天宇树鬼夜枯的意思就是 天上落 切子的虎 晚上整个厚 为什么 它开破了做法之极 开破了做法之极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用科学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 苍结造字 其实它是 大家听到苍结造字 我都把我们的地匪 用温泥团进去 所以 大家都感觉很高兴 所以在拍切子的时候 我们就把切子往天上押去 晚上呢 我们在宅歌宅有风年季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里唱歌 在那里唱三歌 唱歌的时候 这个歌声随着北风 因为以前我们住在北风 随着北风的风的声 都传出去 传去很高的地方 这个时候北风也有丫隆在叫 丫隆在叫跟我们人的歌声 传出去后 南正会 就像鬼那里叫 所以古早人就要声 天雨树 鬼夜枯 其实 他的故事就是这样来 统结造字后 我们 北风的一些民族 很多民族 我们 中原这堂土地到目前 通计有五十六的族群 这五十六的族群 有一些族群 就大家跑去唱歌 做字 要怎么做字呢 唱一下就跟他们说 哦 这是头的律 画一个银口 中点一点 这就是律 那月娘 常常都是一边而已 他就画一个月娘的形 就写这个月 这个是象形文字 就从这里开始 很多族群 来到这里 做日后 回去 就开始做我们自己的武器 的文理 台义 就做台义的理 当然这台义是古早的和尾 另外 客人 现在的客人 他们就做他们的客位的理 用客义的音 来表达这里的声音 更多人 就用更多位的理 所以 这个漢义 就有很多族群 就做不一样的理 结果做到现在 总共七百万里 你想想 我们人 要五千里以上 就是 真有合文的人 但是 七百万里 你要怎么办以后 办以后 没什么可能 所以 这个冲击做日后 很多人来做日 才做出很多的漢义 所以 你可以去看 我们的漢义 里面有很多 非常有趣的地方 比如说 地震的震 地震的震 我们就是震动的震 但是 以前 还有一个震 叫做首字旁 就是星辰的城 这里也是震 这两里都是震动震动 都是震的意思 但是 地震 就能够定用 上面是雨的那一个字 地震的震 另外这个震 就变成震座的震 就不在用着地震 你知道吗 所以 一个组军里面 有两个人在做日 就有可能 做出两日 同样的意思 另外一个组军 洪水的洪 有三点水 还有一个公 这个是洪 但是 有人就用公司洪 有人用江鸟洪 另外 又有人用宝盖洪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组军有很多人 在做日的月 他就会做成 同音 但是不同的理 所以 我们这个 汉义 很多人 要做日 就做出一堆 同样的意思 这叫做 同意志 同意志 那这个 我们的组军 就是一个刁台开始的 我们的组军 就是由下刁开始 下朝 所以在俄雅四天里面有一句话 很多人看不见 俄雅四天 他说 唐于约宅 下约穗 商约四 周约年 这个意思就是说 改朝换代以后 这个年 每一个刁台年的用法都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要跟大家说 不是改朝换代理就要变不一样 是因为 这世的刁台是 世的不一样的 和义组军 做国王的关系 因为不一样的议言 所以我用的理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下朝一年用一会 上朝一年用一书 上朝一年用一书 九朝一年用一年 所以这个九朝通在八百年 它就用年 我们下朝两百多年就用火 所以黏火黏火 就变成同意副词 就是说这两个是同意的意思 但是常常做火出现的理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们代理要从长节开始讲起 因为我们是唐于接下来的下朝 这是最主要的组军 我们的代理是远远流长 是最古代的反义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留这个 宜言和文化 你随着看 在春秋建国时代 秦楚奇艳造未寒 战国七雄 那这七雄后来被秦始皇所兼并 好秦始皇吞并完了以后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要书同闻车同轨 为什么 因为秦楚奇艳造未寒 他们的语言和文理是不同的 所以我说你听不懂 你说我听不懂 所以秦始皇才有这个动作 他叫理师 丞相理师去把这个文理做一个通议 做一个通议 所以我们这个文理跟秦始皇这个招待 六国的文理跟秦始皇七国南南做一会 叫做议言文理第一通 都通议起来 但是秦始皇他通议这个政调 他的时间很短 只有十多年而已 所以他这个议言很快就变成 他就变成了 这个议言就变成了 这个议言就变成了 因为他变成了 他的武功问题很强 所以他的僵域很大 所以选择的人就变成了 议言叫做议 我们的文理叫做议 但是这个好景不长 人家说好景不长 这个议言在东韩木连的时候 因为天下台湾 分裂做未属无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在中原台浅 仅近一百年的时间 这一百年的时间 我们中原的汉林大概十三分之一的人去 当时经过我们学者的研究 中原大概有六千万人 这六千万人 经过三国演技了 大概存四千万人左右 然后这个汉条一直到 司马原来的统一的时候 国号改成进 但国号改成进以后 进朝又因为诸侯土地分丰 他分丰 不平均 大家都要争权夺利 所以又产生八王之乱 各位你们应该听过民不聊生的时候 这个进会帝说过一句话 有一个一句话他说 他说 民众都没饭吃 他说 怎么不吃肉 饭都没人吃 为什么要吃肉 因为 因为进会帝 他不知道民贡的接口 他不知道民贡的接口 所以这个八王之乱 就三成五胡乱法 有五胡乱法 哪五胡 鲜卑 鲜卑 匈奴 劫 低 跟枪 大概就这五大胡人的族群 就进来中原作乱 这个时候 中原的古汉人 就受不了了 竟然在中原打了一百多年的仗 现在还继续打 所以 有一些老兄就说 走 我们南千 我们不要跌到这堂土地 我们来去南方 结果他们就 接着过来中间 来到江西到黑南 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界的时候 脚骨很厉害 打到头脚 结果脚就沉下去 为什么 因为江西到黑南 古早是云梦大则的所在 有柏阳湖跟洞庭湖 所以这堂土地很冷很冷 都滑干枉 所以就有人说 江湖路牌走就是这样来 江西到黑南 这两个地方 会土地路牌走 所以我们的汉林 就往东继续迁徙 走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姓陆的和姓古的 四家大族 他不需要让我们在这里落脚 为什么 你如果在这里落脚 我的土地 跟我的餐厅 都要参日本 这样不行 所以说你继续 往南边走 所以我们的汉林 再往南边走 来到福建这边 落脚 所以落脚来的时候 来到这里 看了一条钢水 这条钢水 很像古兴的钢水 所以他们就来 合作静钢 所以我们现在专注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叫做静钢 就是这样来 后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躲了一千七百年 来到明朝这个时候 福建是山山一田 所以东西也不够吃 所以我们很多人 就来南眸到台湾开困 南眸到台湾开困 我们就把这个议员 带来到台湾这个土地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土地 就把这个国会 保留在台湾这个土地 所以我们台湾是最早的换衣 最早的换衣 由冲锡造力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议员 保留下来 所以我希望在这里 可以护育大家 我们不管当时 我们只要在家 都要参加我们的小孙子 说台湾 把这个议员好好保留下去 各位在这个 说台湾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这里留言 大家留言 我会给大家回答 看我们这个议员要怎么说 以上 谢谢 多谢 老辣